擅长能量医学的许瑞云医师 平日透过能量运动调养身体 更经由均衡的蔬食饮食来获取健康 把锁骨往外往下 一公分有一个凹凹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肾脏经过的最后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就用一些力气这样子敲它 敲大概差不多二三十下就可以 我的免疫系统变好比较不常生病 然后体力吃完饭 尤其是如果你懂得怎么吃健康的蔬食的时候 你吃完饭不会累 蔬食可以提供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养分 有一次我去旅行 我吃了他们说很好吃的鱼 然后我吃一口就哇这个怎么那么腥 腥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臭的 那我就问了厨师 他说这是新天钓的 今天刚钓起来的 我说哇怎么这种原来动物的尸体 是那么的可怕的味道 我以前怎么会想要去吃他们 我蛮喜欢圣言法师他曾经说过 可能只吃 人类可以吃肉这是他的福报之一 但是不吃是因为慈悲 对长阳慈悲 我是带着非常感恩的心去吃这顿饭 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贩一食得来不易 是很多人的辛苦 是你得要先知道肺的经络 肺的经络他是从这个地方走到往大拇指的地方这样走的 不知道的你也可以谷歌一下两边两侧都有 在左右两侧是对称的 那做的方式是我先从大拇指的地方往我的这个方向 这个在我们肩膀的下方这个地方先往他这样子画一次 然后再出去拉出去从这个地方把它拉出去三次 就是逆行因为背筋的走向是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先逆行一次 然后再顺行三次 这个就是先卸再补 先把垃圾清掉 然后我们再把它补充能量 所以不能做反 然后先从大拇指这个地方往我们这个方向做一次 然后再出去十三次 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肺部的能量清理干净 那这个方式任何时间做都可以 尤其是下午三点到五点或者早上清晨的时候 三点到五点的时候做非常的好 但是其实任何时间点 如果你有你觉得呼吸不大顺畅 或者你觉得想要去帮助我们的肺可以进行运行的更好的话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去做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去做